安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東東 本期內容將會帶你看到聯盟戰棋12.18 所有的改版內容以及主流陣容的增強和削弱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詳細的陣容異動 以及最適合爬分的八大陣容 可以參考我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羈絆的部分砍68隆恩的血量和8隆恩的魔攻 主要是要打壓諾努的強度 砲手是砍了46沒有砍到兩砲 法師則是5到9全部加強 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法陣出現 那祕術砲有可能會是下版的主流玩法 6怒力的攻速降低影響了冒險剎牙 再來星界的改動非常的大 結論來說是加強的 從原本的3到6星7到9星階段式的獎勵 變成美星等都會增加金球的質量 而且道具掉落機率大幅提高可以參考後圖 那英雄的部分悟空大加強 PBE的獨狗悟空有機會重出江湖 卡瑪賽特增強3星 避水英雄凱撒札克都加強 那我前幾天的避水陣完全適用到下一個版本 還沒有看過的話可以點擊右上角 那暗鈴砲手雅飛被砍的也很合理 不過我認為該砍的根本就是葛雷夫才對 再來拉克斯1到3星大砍 不過技能的速度變快 星界法師體系經過加強應該是有機會出場的 再來是上版的獨流Nunu 竟然只砍了一點點增傷 我感覺是下版本還是可以繼續玩 那就繼續吞吧各位 然後是加強了3星的傑勵跟熊怪 秘書砲的玩法在陸服其實真的是捲得蠻嚴重的 但是成型後是真的強 又因為是拼多多體系上下線都很高 那想知道怎麼玩的話可以參考我的會員影片 之後也都會有定期的上分陣容整理 那有需要的觀眾可以加入會員來幫助我繼續製作 龍族的部分代價的AED總算是被改回來了 宋木和喜奧玉則是獲得了大大的加強 那室溫則是增加了1%的治療 我個人感覺還是很爛 那龍獸的部分算是加強蠻多的 感覺配合新版的星界應該會有搞頭 再來裝備的部分把鵝魚調整回來 那這樣砲手又再中了一刀 微光道具的部分是全速加強 那微光過度轉成四龍陣或是金龍代價體系 運營起來會再剩很多 增幅裝置的部分強化了刺客龍恩和單龍陣 幸運手套現在也變得更幸運了 那小弱的又是砲手的科技彈射 那還有新增一個銀色科技龍恩傳送門 效果跟法師傳送門是一樣的 只是傳龍恩的英雄 那最後總結一下 龍恩怒怒 暗靈砲 叉雅 小弱 星界 閉水法陣 秘書砲和金龍都是加強的 那本期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是東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